大家好,我是孫韻喜,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是ATMX關鍵位 講講港股情況,今天港股反覆覆,相當牛皮 曾經升過百點,達到25,600點水平 其後升幅無以為計,慢慢回落,曾經跌過 美股反覆覆覆,全日保住5點升幅 收到25,491點,成交1,332億都保持 今天升幅主要靠中資股,藍醜中二三線的中資股 包括華潤智地,以至今日公佈業績不錯的石藥 還有好派送,帶動市能夠上升幾點 當然焦點仍然在點題的英文字母 ATMX方面,ATMX的升幅是更加明顯的 講回整個市形勢,今日市剛才看過,升過百點 然後回落,全日牛皮大致升六點 在25,500點上上落落,走勢就看這圖 看看圖是甚麼概況呢 看看昨天一枝陀螺 今日又是一枝陀螺 今日陀螺,無論高低位 都是昨天陀螺的G範圍之內 換言之,如果用柱狀圖的講法 今日就叫做內在日 內在日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代變的走勢 為甚麼會代變的走勢呢? 原因可能是兩個 一方面就是,見到新經濟股 仍然走勢非常強勁 包括騰訊,今日升1%有多 這就是恆雨成份股,直接推動市場 加上其他暫時未進入的 阿里巴巴也升得更強,4%多 以至即將進入的小米 今日公務業績的小米 都強勁上升 這樣的情況,當然對市的氣氛 就離好,令市能夠保持著升勢 加上大家憧憬著 其他科技股可能都會受惠 因為ETF正式快要出籠 科技股ETF出來 大家可能資金又會湧入科技股 炒一轉 這是支持科技股向好之餘 亦都令到市的氣氛不至於太差 跌下來咬回頭上升 但是大升 暫時好像又有些受制 一來今個星期五 就是八月期指結算 到這一刻,今天星期三 都差不多了 換言之,在這兩天 通常期指結算前的一兩天 大升大跌的風險或空間 通常不是太大 所以偶偶皮皮 就是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當然要講講技術性 因為升到這個位置 其實向上有幾個很重要的技術性阻力位 壓住在這裏 除非有很強勁的消息刺激它 但是如果不是,都能夠推動市 直接衝上去的可能性 就是減低了 什麼技術性阻力位 見到這條 就是淺藍色這條 這條就是250天線 250天線 就站在25800點左右 準確點是25700多 無獨有偶 200天線也是附近水平257左右 換言之 200天、250天兩條很重要的平均線 都是窄著這個位置 這是第一個 所以令到好友想推上去 都是有點猶豫 淡友固子賢 當然是聚關力手 試圖 承拒好友的來犯 這是固子賢 另外就是保力加通道 最近節目都講了幾次 保力加通道這陣子 就發揮作用 頂部至底部都是發揮作用 簡單來說 升近頂部 很多時候就回落 看到保力加通道行生指數 早前這個交易日 楊竹仔的日 已經逼近保力加通道頂 但是穿不到上去 接著第二天 也是逼近又穿不到上去 不能夠貼著保力加通道 現在是擴闊的 貼著通道上去 不但今天更加出現 剛才所說的內在日之高低位 都是在昨天的水平之內 換言之 保力加通道頂部有一個阻力 在此 所以大家留意著 現在保力加通道頂部 亦都是 這麼巧 都是25,700點左右 所以換言之 25,700至25,800 這是一個重要技術的關卡 所以好友不能夠一舉升破 都是有一個原因 都不難理解 這個人甚至屬於這種情況 根據剛才所說 接下來兩天 都是進入結算期 結算日 所以接下來可能 大衝上去的可能性 都不太大 可能繼續在這些位置 大和皮皮 仍然是壓住 比250,000人壓住 但是 你衝不到上去 但這個大跌 亦都在科技股的氣氛推動之下 美股又不斷地破頂 在說納指和標指 這樣的氣氛之下 大跌有可能性 又不是大 衝不穿 所以繼續在水平牛皮 反之大家最關注的ATMX是怎樣 今天小米出了業績 聖月期 各方面聖月期 所以看的一世 明天又可能承接著一世 再高一點 首先是20元的心理關口 以至最強的位置 就是這個 上市以來的高位是22元左右 這兩個位置 是形成一個重要的關口 能不能一舉衝穿 初步都要有少少保留 畢竟根據最新的手機銷售數量 第二季的銷售數量 小米跌得比較多 根據加拿這個研究 iPhone就比較好 跌得比較少 小米跌得比較多 在這個情況下 多多少少令大家有些顧慮 第二個顧慮就是 當然 小米在中國以外最重要的市場 就是印度 印度最近很多動作 對付中國企業 每個印度交流 印度的市場 令小米在這方面 出現的增長出現的情況 反過來沒有增長 所以大家都有些顧慮 當然小米有好消息 第一 有業績不錯的支持 至少盛餘期 第二 有個出名的高市場人士 加入成為高管的陣營之一 管理層再添10萬丈 這些都是好消息 所以小米有力再衝一些 但是能否再衝呢 就視乎剛才說的兩個因素 會否受到限制 這是小米的情況 阻力在20至22元之間 至於 另一隻就是騰訊 騰訊今天再升7元 跑人大肆 重要的阻力位是什麼 關鍵位是什麼 就是 這幾次高位不破 一次 兩次 三次 三次到艇都不破的 就是564元 重要的阻力 今天再來衝上去 衝上去之外 小小一次的 吊頸的走勢 這個情況是怎樣呢 會不會繼續 顯示 吊頸顯示高位的阻力 真是看了564元的重要關口 不能夠破上去 初步看可能 被撕能夠一句衝破 可能還要在這位之前 再整固一下 至於阿里巴巴都是無獨有 有些遲遲的 吊頸的狀況 因為今天看到高位之後 一度回下來 出現一支長長的腳 陰陽足圖 出現吊頸的狀況 初步看見出現三角形 突破了 今天突破之後 再衝了幾天 連升幾天 走勢當然漂亮 以裂口突破三角形頂部 然後再穿三角形的高位 但是升下升下 都升了不少 差不多完成三角形的量度升幅 再出現吊頸狀況 所以恐慌 吊頸狀況顯示 高位就開始有消化整固壓力 會不會軟一軟下去 就看明天最重要 因為無論出現吊頸 十字星或陀螺 都是一個代變狀況 可能只是休息 休息再衝都不奇怪 所以明天是關鍵 明天再衝就沒事了 否則可能是調整的出現 大家留意著 至於說到最後一隻 就是美團點評 見到這兩天都是回會的 見到那位置 昨天回一回 今天其實是升的 股價是升1元的 0.5% 但是從走勢圖來說 沿著向下 因為高點低點都是比昨天低 只是收市價比昨天高 換言之 它形成了一個 初步看 如果從向好來說 可以是旗形 但是會不會 旗下變成下降通道呢 因為下降通道是偏淡 旗形是偏好的 會不會這樣的情況 就是明天很關鍵 因為如果 你看到一天 旗一旗之後 綁去衝穿 就會繼續升 會不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旗一旗又衝上去 明天看264元 能否破到 如果破到264元 就會出現奇形 就會繼續向好 講到大致分析了恆生指數的關鍵位 和幾隻ATMX重要的股份 關鍵位 講到這裏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